9月17日,聂海盛、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 搭乘神舟12号飞船返回舱返回地球 成功着陆于东风着陆场 中心市记者专访了国际宇航连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员杨宇光 揭秘航天员太空出差三个月 衣食住行如何保障 未来中国空间站将如何建设 杨宇光介绍,神舟12号乘组进行了两次舱外活动 进一步验证了舱外活动技术 其中第一次舱外活动超过7个小时 对二代飞天航天服务支持长期舱外活动需要的各种技术 进行了全面充分验证 第一次舱外活动其实又验证了两项关键技术 一项是通过机械臂来辅助航天员 在空间站的表面进行大范围的转移 第二个就是在空间站的表面进行爬行 那么通过两个安全绳 然后有固定的装置 那么一个接一个接力 然后爬到你指定的位置 第二次舱外活动任务就更为复杂了 我们装了一套扩展泵组 它提高了整个空间站的工作的可靠性 神舟12号飞行程组的载轨时间长达三个月 未来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载轨驻流时间 还将增加到六个月 杨宇光解释 长期驻流要解决很多问题 这将为未来走向更远深空奠定基础 那么对于长期驻流要解决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因为你处在失重条件下 你的肌肉和神经 你的骨骼不受重力的刺激了 那你的这个肌肉会不断的萎缩 你的这个骨骼 你的骨量 也就是里面的钙质会不断的流失 不断的减少 长期的太空驻流必须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可再生事的航空生宝系统 也就是我的很多资源要回收利用 我们载轨的这些这个飞行呢 他呢就是说 除了能够通过长期的这个载轨驻流 支撑我们的一个科研活动以外 也为未来我们走向更远的深空奠定一个基础 比如从地球到火星去考察 往返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超过一年半的时间 大部分是在这个飞船里面待着 那这样的过程呢 你要是保证能够正常的就是完成的话 那必须首先去在进地轨道 在空间站里面去验证 他们在临近返回的时候 他们每天的锻炼的时间和强度会增大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准备的工作 就是我们每天为了保证这个骨盖 就是不丢失 保证我们的肌肉不萎缩 那么就是每天要进行足量的锻炼 那么我回到地球以后 能够尽快的进行重力的再适应 与以往返回四子王级着陆场不同 此次神舟12号飞行乘组 首次返回东风着陆场 杨玉光介绍 未来在空间站运营阶段 东风着陆场将作为主着陆场来使用 返回的时候 那么这个着陆点的 理论上这个着陆点的位置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我们知道我们看一下 我们四子王旗呢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小的一个着陆场 而这个东风呢 也就是在我们九权卫星发射中心附近呢 它大范围都是这个戈壁滩 那么它面积是非常非常广大的 尤其是在东西方向 那么可以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范围 供我们来选择 杨玉光透露 天空空间站的初期规划是T字形构星 天河核心舱的前端有一个节点舱 节点舱两边各连接一个实验舱 将来最大可以扩展到180吨的组合体规模 除了这个就是这三个基本的舱段以外 那么在这个T字形的这个尾部 也就是这个天河核心舱的尾部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还会对接一艘天舟货运飞船 那么这个天舟货运飞船呢 它的就是起到了几个作用 一个呢是给航天员送去 它的这个维持几个月生活的 这个必需的物资 还有一些科研的仪器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的生活产生的那种垃圾 以及我这个废弃的科学仪器 也要放到这个里面 不但是作为这个这个快递小哥 还要作为这个储藏室 还要作为垃圾箱 对于大家广泛关注的 普通人是否有机会前往中国空间站 杨宇光回应 未来存在非职业航天员 进入空间站的可能性 但普通人要进入太空 必要的训练是不可缺少的 对于大家广泛关注的